德云少班主夫人现身德云董事长王慧评论区 网友纷纷让其改口 近日德云社董事长王慧老师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近照 引起许多网友的热议 特别是如今大火的少班主夫人现身评论区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让赵云一直接改口吧 毕竟连郭老师都承认了此事 让郭麒麟今早回来做决定 不得不说赵云一是懂网友的想法的 赵云一这一评论立马就带动了网友的热情 纷纷叫赵云一为少班主夫人 甚至更有网友让其直接改口叫妈 估计郭麒麟也没有想到 自己还没公布恋情 正宫的位置就已经被人占了 不得不说赵云一和他婆婆的眼光都挺独到的 当年王会就会演石珠 看中了老郭这个潜力股 在老郭还没有大火的时候 就不顾众人反对选择了老郭 老郭后来的发展也没有让王会失望 王会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如今王会在德云社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斗孝社第一季前 师娘王会可以说是非常的神秘 因为露面次数少 再加上德云社一众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 让大家都觉得师娘非常严厉 特别是作为副总鸾云平 在接到师娘电话时的反应 就连老郭都说 从来没见过鸾云平这么紧张过 但随着天津德云社开业 龙字科和古曲社招生之后 大家对这位董事长也越来的了解 发现王会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严厉 不但不凶反而慈眉善目 特别是在天津德云社开业时 他推着月云棚往出走的样子 让大家觉得这位董事长非常的善良可爱 还有就是在天津德云社开业时 师娘王会安排工作人员为粉丝们送水 这在当时也成为了热议话题 一个小小的举动 让大家看到了德云社与粉丝的双向奔赴 每一次遇到粉丝叫她时 她都会笑呵呵地答应 遇到粉丝想要签名 也会停下来 耐心地给粉丝签名 对于粉丝来说 王会是一位很温柔的师娘 这一份温柔也让王会更加有魅力 从那以后了解德云社的粉丝们 也知道了徒弟面对师娘并不是惧怕 而是尊敬和敬重 特别是云字科的徒弟 因为他们知道师娘陪伴师父这一路走来有多苦 为了徒弟们的生计 不惜卖车卖首饰 在德云社刚火的时候 陪伴徒弟们一起卖票 直至如今还在担任徒弟们的老妈子 为徒弟们做饭 可以说没有王会就没有如今的德云社 王会的做法也赢得了许多人的欣赏与肯定 纷纷夸赞和敬佩师娘 自从德云谷曲社的发展进入正轨之后 王会老师露面的次数相比前两年少了许多 也许是师娘太忙了 也许是因为太火了 一段时间 王会经常被一些黑粉造谣 相信关注德云社的都知道 不少黑粉拿郭麒麟母子的关系做文章 称王会为德云社的小情室 但事情真相并不是所说的那样 王会对郭麒麟可以说是当亲儿子对待 随着王会退居幕后 这些谣言也安排到老郭的身上 怪不得都说人红是非多 虽然老郭不断地辟谣 但效果并不是太好 老郭一家家庭不合的谣言一直在流传 无论谣言怎么传终究是谣言 就是不知道师娘当初选中的赵云一 如今成为了自己的儿媳妇 师娘有没有后悔 你们觉得呢